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点进我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可能没有一个准确的重点 大概是讲述我临时 临时性的 从黑苹果 我转向 白苹果了 这也是黑的 我应该拿个白的 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性的放弃 黑苹果了 为什么说是临时性呢 我再返回黑苹果可能要等 Intel 10代 或者我现在是9代 我换成10代以后 或者有一些新的一些水冷的一些 小玩意儿能够吸引我 我可能会再次 返回这个黑苹果的这个平台 但现在呢 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 或者说 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去排错 或者是研究那些小问题 那我现在呢 暂时就放弃这个黑苹果了 当然放弃黑苹果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Olivella这家网站 他们已经在网站上 公开了所有的这个 EFI的这些固件 基本上我们可以达到零配置 下载固件的这么一种 程度就可以配置成功 自己的黑苹果 那由于国内呢 由于这个语言以及互联网两大原因呢 把很多网友给限制住了 那我记得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期 olivella这个网站 那大概能传播多远 那就看这个的造化了 也就看这个喜欢黑苹果的这些人的造化了 那台湾的我和我的黑苹果这个社群呢 其实我在发现他们很多人 他们那些人是真的爱黑苹果 他们在不断的研究 苹果以外的硬件啊 不是说那种低水平的硬件 而是高于苹果的那些硬件 还有就是说他们在把苹果上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给不断的给修缮 你比如说他们正在研究这个 苹果上支持这个WiFi6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人呢 是真的爱黑苹果 老李呢 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啊 我就暂时我就先不去研究这些东西了 那很多不了解我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老李你放弃一件东西不应该是这样阴沉着脸 这样非常这个难过的表情吗 用不着 黑苹果呢 只是我在这个疫情期间 临时入的这么一个小坑 然后呢 那段时间可能没有什么事 时间难以打发 就 做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这个黑苹果啊 由于当时我的这个预算比较低 所以我采用的是这个9代的i3的CPU 它不带这个集成显卡 还有由于当时我在这个硬盘上我比较省钱 这块硬盘是我一个 一块旧硬盘 这块硬盘呢 是一个 我之前买错的一个硬盘 我也没有退货 我把他俩做成了一个fotion硬盘 一个混合硬盘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每次我这个电脑如果由于升级或者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 起不来的话 那我就非常担心这里边的数据 所以现在把我搞的呢 就是我经常要比 普通人我要更 紧净的啊 更频繁的用这个time machine来背喷我电脑里的数据 因为我 我的电脑跟你们的不太一样 如果某一天 他由于硬件当中某个东西坏了 那可能我这里边的数据呢 就比较难 找回不像你们那个 M.2的那个接口的硬盘直接拿出来 一考哈 这数据还都在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玩这个文明6啊 文明6也不算什么大的动作类游戏 但是一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这个CPU的风扇就会这个转的 速度比较快 然后这个噪音也比较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没有水冷的原因 还是不是由于这个我使用的这个 原配的这个CPU风扇的原因啊 这个CPU风扇不是买的 是买CPU的时候带的 我边上的这个电脑呢是一个公司淘汰了的垃圾桶 我花了一点钱我把它给买过来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电脑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硬盘已经坏了 但是坏了也不要紧啊 老里有存货 我记得我之前从这个Amazon上买过这个OWC的这个硬盘 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啊 我现在把这个硬盘呢坏上 那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的硬盘啊 那我跟你说这个硬盘我用过几个 我觉得它的兼容性呢 和速度对比原来的硬盘 都有提升啊 我现在把这个原配的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个螺丝给拧掉 好把这个 插到这个地方 好这个接手指这个部分不能露出的太长啊 一定是这个螺丝能拧到位啊 这样是一个防呆设计啊 好为什么要买这个牌子啊 你看你们看我手上的这个硬盘 你们就知道了 那其实之前我买过很多这种硬盘 这种硬盘呢 那大部分是在这个淘宝上 还有一些 亚马逊上他们卖的那种 二手的猜疾的一些硬盘 这些硬盘的质量非常不过关 大概用了两年到三年 那基本上就坏了 这个是 这三块硬盘都是一个T的 那当时的价格还并不是很便宜 那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Mac Pro 它还是支持这个大叔尔的 我现在要安装大叔尔 以确保和我之前的这个Time Machine的 资料呢能够同步 我现在查看我的这个移动硬盘 获取大叔尔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 我们点这个MicOS Pixel 打开以后它如果是你是在苹果系统里 你就跳到这个App Store了 如果你是在其他系统里 它会打开一个链接 打开这个链接 以后啊 如果说对 你看啊 你现在在点它 你是get 可能中文版应该是获得 它下载以后 下载完以后 就会到你的这个应用程序里 当你应用程序里有了这个 大叔尔的安装 软件 那你就可以进行这个 操作了 那之前有小伙伴问我 如何制作一个多引导分区的硬盘 我不知道普通人 做这个硬盘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 还是把这个技术给分享一下啊 大家看我现在 现在这个金斯顿的这个 Sandisk 我这个Sandisk的这个硬盘呢 它现在是已经分了三个区 一个是这个Catalina 一个是Mojave 然后我现在点击我要在这个 基础 在这个硬盘的基础上我再增加一个 硬盘分区 所以我现在呢 我点这个 它的这个 总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点 右边啊 这个地方有分区 我点了这个分区以后啊 它 这个不是丙图吗 这个是可以添加的 我点到这个 大的部分 也就是空闲这部分 我点加号 加号的意思呢 那也就是增加 然后我把这个选到这儿 我不太确定这个大叔尔需要多少兆 我还是选成15个G 试试 这个名最好是用这个名啊 MyValume 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命令就比较 简单一点 我把它给 粘贴 MyValume 我应用 分区 如果说你对这个操作不是特别熟的话 最好我建议是你先把你 硬盘里的数据给备份一下 以免造成误操作 那只能等哆啦哀梦发明时间机器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过程要比正常的要慢一点 因为它等于是在你已有的分区上增加一个分区 它要不断的去 管理你的硬盘的一个分区的状态 那现在在看我这个硬盘呢 它就有4个分区了啊 Install macOS Catalina 250G 然后MyValume 还有这个Mojave 我现在就可以关掉这个页面了 那我现在拷贝这个大叔尔的这个安装命令啊 拷贝 然后我打开这个 终端机 为了获取权限的我们还是sudo-i 然后我沾入这个命令 因为这个卷我们已经把它定义成myValume 然后他也指向这个命令写入myValume 所以这一步 基本上不会错 那我就yes 就开始写了 这是写的过程当中这个硬盘里的状况 实际如果你仔细细心观察的话 你会看这个地方的容量在不断的缩小 这个进程正常结束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显示状态啊 我以前说他只是把文件给烤到硬盘里 看来我有点小瞧他了 你看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叫making disk portable 意思是让这个磁盘变得可启动 好那我现在呢我就关机 因为我要需要用这个显示器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电脑给关闭掉 然后接到那个 垃圾桶上 键盘鼠标已经就位了 我现在把这个USB硬盘也插到 电脑上 然后我开机 按住option的时候呢 他屏幕上会出现 选择 后边这个屏幕呢 他启动出来以后 他有三个选择 这也就是之前有网友问我啊 为什么说这一个硬盘能出来 出现三个选择 这就是刚才那个视频当中 解释的这个 过程啊 那我现在我就装这个 BIX 也就是 中间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操作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不是一个 出现场的一个技术支持工程师 或者说你不做相关类似的技术服务工作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操作 除了装这个 ability 以外 还有什么用 安装过程一切如常 但是我们先要把这个硬盘给格式化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注意啊 你看 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 就是 他这个地方显示这个这个厂商的这个硬盘 型号 以及规格以外 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图标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图标 这是我非常吃惊的 也是我为什么非常迷信这个硬盘的地方 那这种硬盘呢 是苹果的硬盘 当然你更严谨点说 你可以说这个是三星为苹果制造的 但即使是这种硬盘啊 我把它插到这个主机里啊 它并不能出现这个蓝色的这个图标啊 那这个蓝色这个图标我就觉得 很神奇 因为它的这个 电路板也是蓝色的 那就说明这个系统啊 苹果的这个系统是对这个有识别的 或者说这个硬盘呢 做的很用心啊 它可以被苹果识别 那我现在我先把它给格式化一下啊 格式化以后这个卷的名呢 它也很意外 它也是默认 OWC的这个R-Core Pro X2 那我现在我就给它隔成这个AFPS啊 这个就不会像 这个安装黑苹果出现任何意外啊 什么的 这个就基本上是比较有保障的 如果不是突然停电呢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 客观原因来打扰 系统已经装完了 我现在选择这个中国大陆 我继续啊 这个步骤我也继续 这个是辅助啊 在这个视力上面没有问题 在这个移动上也没啥问题 听力也没问题 我这个我现在不确定 我是不是有问题 那好吧 哈哈 那我现在先选 没有 WiFi不用选 因为一会我要用这个Time Machine 恢复我的这个备份 我continue 他说这个是否要传输数据 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已经 备份好的这个硬盘里的数据啊 我给插到这个电脑上 这电脑虽然有四个USB口 但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就用完了 我continue 其实每次重装电脑以后都是最好的 清理电脑当中没用档案的一个机会 比如说我现在电脑里这个另外这个 Mac的这个用户就没有用 我就把它给去掉 通常呢在你的电脑里这个 下载的这个文件 也是没啥用的 如果说你还想编辑一下你的文档啊 或者说你的这个桌面 那我就把这两个也去掉 你也可以把这两个去掉 接下来呢你在你的这个移动硬盘里 再去查找一下 看看他哪些是真正对你来说有用的 那你把它给拖进硬盘 没用的就 也就不要倒进来了 那我现在我就再点继续啊 这就跟你搬家一样啊 这个是你最好的断舍离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这个进度条完成以后 我大概率会收到一个和我以前使用习惯完全没有不同的一个系统 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啊 现在这个噪音的这个程度啊 我就比较能接受 之前我那台机器的那个噪音啊 就非常响 而且 呃比这个在静止 在这个正常情况下 在就是正常运行的时候 也会比那个响很多 呃我连续听了两天那个噪音 以至于就是我造成了一种什么伤害 晚上 电脑都已经关了 我在睡觉之前 我的这个耳朵里好像还有那种声音 啊我还是来这个 我这个 厨房啊 还有这个其他几个房间 我查看了一下电脑的一个情况 哈哈 所以这个对我造成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啊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祝大家耗之为之 尔比多金的大烈士 都扳不动你的手指 明镜需要您的频道 好本期视频 好本期视频